这个很多人都晓得现在去对岸的时候都会买一个什么山寨手机回来对不对 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最主要是跟名牌好像几乎可以乱争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了 我们发现了有这一个叫做有魔音功能的山寨手机哦 怎么样 你是不是按一个键 什么男人变女人 迷人变男人 这个老人变小孩 小孩变大人 哦这个声音搞得你乌萨萨的 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动歪脑筋了 说台商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机子买给二奶来用呢 我们上美外常去看过KTV呢 唱过KTV 我对你旁边那个啊 小丽吗 对啦对啦小丽啦 咦明明是个粗犷大男人在讲电话 传来的却是娇柔女人声音 那这样 男生变女音那找个女生来试试看 你是谁啊 我家会啊 不是吧 家会声音是不是声音啊 我就是家会啊 我们前天是不是有去帮那个事宜换送 对不对 可是你的声音怎么变这样子的电信了吗 今天早上的电脚还好好的吗 其实这是大陆山寨手机的特殊魔音功能 要变男人女人还是老人小孩的声音 只要选取后拨打出去 对方听到的就是你选择的声音类型 你是谁啊 我是你妹妹啊 是啊 姐 你可以叫我妹妹听电话了啦 为什么要叫你妹妹听电话 我就是你妹妹啊 很冷耶 那真的是你黑啊 对啊 哎呦因为那个钱就不是你的声音啊 所以我当然就能呼论一下了 所以你有没有以为是大便电话 一点点 男婴女婴变变变 山寨手机魔音功能被拿来恶作剧 或让对方误以为是诈骗 甚至传出台商买这款手机 让恶乃用 让大老婆傻傻分不清楚 到底老公讲电话对象 是男还是女 绝对新闻